好,好,我在前面就不多废话了 我这个开头都已经录了四五遍了 就舌头一直在打结,可能是过于幸福了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今天这期视频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4月一整个月,我的生日月里边 我都买了哪些东西 算是一个没有什么营养的购物分享类主题视频吧 因为4月是我的生日月,我前面也说了 刚好在4月份呢,也有很多商家都在搞活动 就比如说CX前段时间有一个理卡的活动 需要捕获一些护肤品 趁那个理卡活动觉得比较划算嘛 我就买了一些护肤品 其次就是Sephora这两天有八折的活动 我就买了一些小东西 剩下的都是一些我的生日礼物 我想在这期视频里边都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看我周围围绕着好多购物 大家就知道今天的内容也比较丰富 好,好,我在前面就不多废话了 我这个开头都已经录了四五遍了 就舌头一直在打结,可能是过于兴奋的 我们先来说Sephora吧 其实Sephora买的东西没有很多 就先跟你们分享一下 用积分换的三个小黑皮的小样 出差旅行啊,带中小样出门就比较方便 然后就是一个Glam Glow的一个白泥面膜 我没有用过他们家的白泥面膜 我只知道他们家的白泥面膜还蛮有名的 我看是他们家Bestseller 这种清洁类面膜我基本上是一到两星期用一次 趁这个八折我就买一罐回来试一下 接下来呢我还买了一个面膜 就是Ringins的一个涂抹式面膜 它就跟蘑菇水是一个成分的 就我之前不是老跟大家说蘑菇水 就是我特别喜爱的一个爽肤水吗 看他们出了这个同系列的面膜 要不买一个面膜试试吧 因为之前我总用蘑菇水去湿浮我的脸嘛 就起到一个镇静效果 就不知道他们这个面膜怎么样 我就想试用一下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没用过 如果我用了好用的话 我会在之后的视频再跟你们分享 接下来呢就是一个Fresh的一个眼部精华 我之前看有人分享过 说有一点点的紧致效果 然后也非常好吸收 如果好用我再之后再跟你们分享 就我最近的眼部精华 在用La Peri的蓝鱼籽精华 我觉得那个精华又很贵嘛 然后早晚用我觉得很心疼 所以我就买了个相对来说便宜一点的精华 然后用在白天 上次用那个贵的精华 这样搭配使用 这一袋就剩两个东西 这一袋就空了 一个就是Shallow Tuber的眼影盘 就是最近爆炸火 爆炸火的眼影盘叫Pillow Talk 买回来到现在还没打开过 为什么我觉得我这一盘感觉好像被人用过了呢 为什么我总觉得 我觉得这个闪片色有点坑坑洼洼的感觉呢 是不是被人用过了 还是我拿到残次瓶了 我不知道 其他眼影看起来没有被人碰过的迹象 有可能是这个闪片色 它没有压得很好吧 裸粉色 粉橘色 就是一个很日常的一个眼影 就是因为它风刮得太大了 它太红了 然后每个人都在说 这个眼影很值得买啊 一定要买啊 其实我不是一个眼影控 我很少画眼妆 我觉得今年我有这一盘眼影也就够了 搭配我之前的一些眼影的话 真的很少画眼妆 所以眼影的需求量也不是很高 Sofar这个袋子里边的最后一盒呢 就是我这次收到的一个生日礼物 Drunk Elephant的一个小套组 我都没打开看过 Cleanzer 一个乳 还有一个小的洗面奶 就是这种小size旅行装 所以出门旅行的时候 带这么一个组合也比较的方便 这个品牌的东西 我只是听别人都说过好用 但是我从来自己没有尝试的买过 我也没有用过 所以这次是第一次拿到他们的小样 然后回头试试 如果好用的话 可以去买个正装回来 反正就这个 他们送的东西 Sofar的袋子就空了 我这次在Sofar的八折 真的没有买什么东西 因为重头戏 我是在Zex买的 其实这个袋子是Cleaner的袋子 是因为那天我买完护肤品 出来之后呢 没走两步 它这个袋子就碎了 刚好那个店旁边有一家Cleaner 我就进去 我就问我的Sales 要了一个大的Cleaner袋子 提回来我就放在这里 就没有动过 因为我想要跟你们做购物分享嘛 我的乳液用完了 所以我就先开了一瓶乳液用 其他的东西我还没有打开 袋克白痰的这个乳液 我买的是滋润版本的 这瓶打开 我大概也就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吧 所以也没有什么多余的反馈给你们 我只是我觉得它的使用感受很好 而且它的香味也非常好闻 就这么多吧 它的包装也还蛮好看的 就白白的这么一瓶 反正就这个白痰的乳液 我就跟你们说一下 我已经打开再用了 接下来还是袋克 因为我最近比较迷恋袋克 所以我买了好多袋克家的东西 这个好像也是白痰系列的 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吧 这个是白痰的洗面奶 据说也是那种泡沫很丰富 很绵密 然后洗脸洗得很干净的一款洗面奶 这个应该是白痰的一个水吧 也算是一个大型的开箱购物分享吧 因为这个我也没打开过 这个是白痰的水 我买的水是买的清爽版 白痰的护肤系列呢 分清爽版本和滋润版本 乳液呢我买的是滋润版本的水呢 我就买的是清爽版本 夏天来了 我就想让我的肌肤水油平衡一下 所以我就不想让这个水过于滋润 因为我还有别的滋润的水 我就想用这个清爽的水来做二次清洁 接着还是袋克 我这次是袋克专场 啊袋子真的很难拆 我的天哪 这个是他们家比较有名的一个保湿的一个精华水 因为他们家最近搞活动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小套装 就是有一个精华水 然后再加一个他们家比较有名的一个紫色的基底液 我们接着开啊 接着 是我在之前的空瓶机里边有跟你们分享过 我说我一定会回购袋克他们家的晚霜 然后这次刚好趁这个搞活动 我就回购了他们这么一个晚霜的正装 我都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哇我超级期待这个晚霜 这个晚霜真的是巨好用 它这盒子包装还挺酷的 然后打开里边就是这样子 主打修复类的一个晚霜 以前我就用完好几个小样子 我觉得特别好用 然后这次我就回购了一个正装 然后它里边还有一个小的挖勺 就是这样子 这个晚霜是我用过的 真的是特别好用 我特别推荐 如果你也需要面部修复啊 然后晚上也需要一个很滋养的一个面霜的话 这个我就比较推荐给熟龄机的朋友们 油机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喜欢它 如果你跟我肤质差不多 也属于混干 比较敏感 容易过敏 这个面霜我就推荐给你们 这个面霜真的很好 接下来 就是送的一些小样 香水小样 还有这两包 哎呦妈 好吵 送的小样 是因为我在戴克他们家买了太多东西了 所以贵姐送给我好多小样 小样的礼包我也就不打开给你们看了 就是一些旅行装的一些小包装 用了一个这样子化妆袋 反正就送了这么两套 我准备一套送给我妈一套 我自己留着用 然后接下来 这两个胶兰的东西 就是它特别有名的这个油 这个精华油也算是个比较网红的精华油了吧 就各种肤质的人都有在推荐说 这个精华油很好用 我就买了这么一瓶 然后呢还有一个胶兰的乳液 只有30毫升 没有用过 所以想说试一试 这样子跟他们有一个精华长得很像 他们有一个就是很多颗粒那个精华 所以我想说买一个这个小乳液配上那个精油 试一下看好不好用 也是一样的 如果之后好用的话会给你们分享 这个乳液看起来就那种很滋养的感觉 就是感觉里边很格偶 在胶兰他们家我还买了一个眼霜 这个眼霜我也就不打开给你们看了 因为它这个上面有图片 这个系列叫什么名字我也忘记了 叫什么兰花还叫什么花呢 更加也是最近搞活动 就有这样子的套组 是一个眼霜的价钱 但是同时它还带一些小样 可以试用一下 如果好用的话可以买他们正装回来 反正就这么一个眼霜 之前我也是有做功课 有很多人推荐说这个眼霜很好用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因为我的眼霜马上要用完 我买了一瓶Perry的鱼子精华水 就是那个蓝瓶子 我之前那瓶也马上快用完了 所以这是一个补货 我觉得这瓶还不错 还挺好用的 它的水的质地是比较粘稠的一个质地 但是非常好吸收 感觉轻轻拍一下 它就瞬间吸收到你的脸上了 大家都普遍觉得它这个的香味会比较香 香精味的有点过浓 但是用了几天之后就还蛮习惯的 精华水类的东西也是需要长久使用下来 可能会看到一个效果 目前我就觉得它这个水的使用感受还不错 所以我就会够了一瓶 接下来娇兰他们家买东西 然后送了一个小样礼包 哇 它送的这个还不小呢 这是一个日霜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精华油的一个小包装 然后还送了这么三瓶 有水啊 然后有眼霜啊 然后这个是一个洗面 这个送的东西还蛮不错的 送了这么一个小黄的这样子一个化妆包 就可以出门带着 还不错 最后一个 这个不是我在Sax Lika的时候买的 这个是我在Costco买的 SK2的神仙水 330毫升的一个大size的神仙水 很多人Sephora八折的草单里边都分享说 大家可以买SK2的神仙水 其实我觉得八折买这个神仙水也是不划算的 我觉得神仙水最划算的买的地方就是去Costco 因为Costco他们经常会有一些神仙水的折扣活动 我记得这个330毫升在市面上卖是290美金 在Costco有活动的时候只要189美金税前真的是非常划算 这一瓶是我逛Costco的时候发现神仙水有在搞活动 所以我就买了这么一大瓶回来 神仙水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 我记得我之前特别喜欢神仙水 就是没有断用过 基本上一瓶用完就会马上回购这样子 但是用了几瓶以后我就发现好像在我脸上的效果 没有刚开始用那么明显了 所以我就停用了好久 因为我也停用了很长时间 所以我还蛮期待再次用回神仙水是一个什么样效果的 所以我看见这个搞活动我就又买了这么一瓶 这一袋的护肤饼就跟你们分享完了 护肤饼就分享完了 接下来来说视频吧 第一个呢我先来分享一个我手上戴的这个戒指 它是我在Tiffany买的一个罗马数字戒指 这个戒指呢算是我送给我30岁的一个生日礼物 其实我想了好久不知道我应该送给我自己些什么 这个人其实很少买一些贵价类的饰品的东西 就是饰品我也喜欢但是没有那么的偏爱 又想说30岁了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个年龄吧 一个生日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反正我就总想说应该要给自己买一个生日礼物 想来想去那就买个戒指来纪念一下吧 我这个人戒指也不是很多 婚戒然后一个钻戒 然后就是之前我妈送给我的一些戒指 所以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戒指 我就看了好多也去试了好多 最后觉得还是这个戒指我比较喜欢 两年还比较流行在食指上戴戒指 然后很多食指上戴的戒指都是比较粗 或者比较夸张一点的戒指 我本来是想朝这个路线去买的 但是我试来试去 我觉得还是这个戒指在我食指上的感觉是最好看的 三十而立的这么一个纪念物吧 就自己送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日礼物 然后很多很粗很夸张那种食指上戴的戒指 可能过于夸张 我觉得它不够日常 我就想买一个就是我每天都会想起来戴的 然后也比较百搭也比较日常 对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这个袋子吧 我在Devore买了一副墨镜 他们家这两年比较火的一款吧 方方的这个墨镜 前些年我可能比较喜欢那种塑料边框的那种眼镜 然后今年我就比较想要一个比较轻便 然后也比较日常 我的诉求就是戴起来不要压我的鼻子 然后也不要压我的耳朵 我特别害怕眼镜戴久了之后会压耳朵这件事 我去试了好多个款式 然后最终还是觉得这个眼镜是最轻的 第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黑色的镜票 我觉得它也比较百搭 然后呢它的整个这个眼镜的设计呢 其实也比较时尚 就这种很方方很搭搭的戴起来很酷 最主要就是它特别的轻便 真的是很轻 就是它在我试过这种同等类型眼镜里边来说的话 它算是一个很轻的一个墨镜 这一袋分享完了我们来说这个橘袋子的东西吧 这个橘袋子在我的后边也谎眼了好久了 就放到这儿感觉好像里边有什么东西 其实也没有什么要跟你们分享的重头戏 里边有一双我买的鞋子 对大家开看一下 这双鞋子我已经拿回来有一段时间了 就是盒子我也打开了 你看上面也没有什么那个包装丝带啊 就是这样子的一双鞋子 这个鞋子好像是他们今年的一个新款 一个拖鞋 我在之前的鞋子分享视频里边 我有跟你们大概说过我觉得 艾玛士他们家的拖鞋不是很好穿 也没有很好走 所以我对他们家的拖鞋啊 什么鞋子基本上都是属于放弃 那天我去逛的时候 我就看他们家上新这双鞋子 当时店里是一双黑色 我就想说那就试一下吧 因为我觉得蛮可爱的 前面是一个码头这样子 就没想到这鞋子上脚穿上去 真的非常的舒服 就是很柔软 它的这个皮子和它上脚的那个脚感非常的好 我就没忍住 当时店里没有我想要的这个焦糖色 我就让他们定了一下 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难定 大概等了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我才拿到这双鞋子 就赶在我生日前吧 反正我拿到这双鞋子了 就算是我生日的一个礼物吧 真的就是那种非常简单 然后它的鞋头呢 也是微微的有一点方方的这样子感觉 就这个棕色的鞋子 给你们分享一下 在这个橘色袋子里呢 还有最后一样的东西 就是一条丝巾 这条丝巾不是给我买的 是我给我妈买的 反正在这个购物分享里边 就给你们分享一下吧 是这样一条丝巾 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是带起来 特别的衬肤色 因为我妈妈的皮肤 也相对来说比较偏黄一点 所以它需要一些 比较亮眼的颜色 去提亮它的肤色 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它 所以我在取鞋的那一天 就看到这个丝巾 我觉得特别好看 就买了一条送给它 因为我也不是很懂丝巾 我妈是丝巾控 我妈特别喜欢丝巾啊 围巾啊 反正就看到好看 就买一个送给它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 我今天视频里边 最后一个 在我身后的这个包包吧 我想你们想看这个包 已经很久了吧 从视频一开始到现在 它就一直摆在我的后边 我老公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Chanel的这个包包 然后它的名字叫31 摆的这个应该算是一个中号吧 它具体有几个型号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我买的这个 不是最大的那个型号 我撑不起那个最大的型号 我觉得这个size 在我的身上就刚刚好 颜色我也纠结了很久 这个包出了有很多个配色 我最后选择的是这个它叫beige 色拼黑色的这样子一个颜色 我在选的时候有在犹豫买全黑的 还是这个裸色 因为我觉得黑色可能相对来说 比较百搭一点 然后也比较耐脏一点 不管不穿什么衣服 也不用顾虑颜色的一些问题 纠结了半天 最后还是决定买这个裸色拼色的 因为前两天给你们开箱过 我的classic flap 我买的就是一个全黑的 我想说再买一个全黑颜色的包 在我的这个包包合机里边 看起来好像都黑黑的没有太多的意思 其实刚开始到店里 我一眼看上的就是这个颜色 但是我就是有在考虑 我害怕它面比较浅的裸色 对我来说会有一点心理负担 因为我就老害怕把它蹭脏 之后我在黑色跟它里边纠结了很久 我最终决定还是买这个裸色 使用它的时候可能需要小心一点 尽量背着它 不要穿一些很深色的衣服 这包也非常的具体 这个包呢它有三个背法 第一个背法就是你这样手拎 像一个公文袋一样 第二个背法呢 它这个包呢还附在一个肩袋 肩膀单肩胯着来这样背 还有一个背法就是你把它折成一个手包 当做一个手包来拿它也是非常好看的 其实这款包在去年刚上市的时候 我就特别的心动想买它 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买包的计划 所以一直就往后推往后推 然后一直等到我过生日 我觉得终于是这个合适的时机 把它带回家了 然后再说点什么呢 前段时间我出门旅行的时候 我也是背着它去的 它非常的能装 就从它的这个整个外形 你就能看出来 它是一个非常能装的包 出门旅行我被它拍了好多照片 拍照片非常的美 跟很多浅色的衣服都非常的搭配 你就比如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件蓝色的衣服 提这个包也非常的和谐 提个包买回来 我们又给大家一起做开箱 我就在这个购物分享视频里边 给你们分享一下 这是我最近购入的一个包包 算是我30岁的一个生日礼物 它的名字叫31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你们还会看得开心 希望你们还会看得过瘾 我最近买的这些东西 我估计我多半年都不会再买一次了 因为我这个人基本上就是囤一次货 我一定要把它用完为止 我才会囤第二次货 我觉得这样子买比较不浪费嘛 那看得开心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这个视频点一个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微博 还有我的instagram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和疑问的话 都可以在我的评论栏里面给我留言 我看到以后都会给大家一一回复的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